大家接下來我會去哈佛下個星期讀一個課程叫做 Breakthrough Insights的課程 你馬上作為Cyberport Director的那位 經常都會說現在推出很多產品都叫Disrupt市場 Disrupt是怎樣推出一些產品 是將整個傳統的市場去改變呢? 何謂Disruption呢? 我看這個文章 下星期這個Professor叫做Clayton Christensen 都寫了一個很出名的文章 就說Innovation for Disruption 何謂Disruption呢? 原來每一樣的產品推出的時候 隨著時間 那個產品的性能都會越來越好 越來越好 越來越好 但實質上 那個用戶那個customer用的能力 都只是差不多 差不多要求的東西都不是最多 舉個例子 好像剛剛推出的時候 一部電腦 二百六的電腦 那樣的性能就一般 那麼少變了很多時候 那些人打字都要等些字 怎樣出來 或者做些什麼graphics都很慢 之後慢慢慢慢 隨著這個電腦的時候 那樣去改進 那變成大部分的consumer 其實他要求的功能都不是最多 那變成怎樣? 其實有一個surplus 就是這個功能 很多consumer都用不到 就浪費了 變成你能不能夠 disruption的情況 就有一個portunity 為什麼呢? 就是你可以推出一個產品 其實性能不需要那麼高 性能可以低一點 但是如果低一點的話 你可不可以又便宜一點呢? 可不可以方便一點? 方便一點? 怎樣功能輕一點? 有什麼新的feature出來呢? 如果能夠可以便宜一點? 剛剛好 那個consumer 用那個功能 又不需要用到那麼盡 他就可以用便宜一點的價錢 方便一點的方法 去買你的產品 舉個例子 好像電腦剛剛開始的時候 這個很強的功能 但是慢慢走一走一走一 推出了一個laptop 可能laptop出來 方便了很多 功能又差一點 但是呢 對於consumer來說 拿來拿去簡單一點 又可能便宜一點 走一走一走 又從這個laptop 推一推一下 就變成一個手提的手機 這個手機走一走 就發覺 功能比這個laptop更加少 但是呢 從consumer角度 他就覺得 功能已經足夠了 所以 laptop 可能對於這個desktop 有一個disruption 這個手機 又對於這個laptop 亦都可能有一個disruption 亦都很簡單 好像這個online 這個auction的公司 Ebay一樣 一向呢 過往有很多auction的公司 有去買賣的產品 但是呢 Ebay一推出來的時候 用比較方便的方法 便宜一點的方法 服務沒有那麼好的方法 就serve這些consumer 但是那些consumer 因為便宜了的時候 Ebay推出 就會disrupt了整個市場 所以很多時候 有這個disruption在的時候 就反而呢 是打低那些現在的競爭 對手機率呢 就會大很多 就在背上這個article 你儘管你想想 其實外面的市場 有什麼的產品 其實consumer 是用不完所有的function 而價錢呢 是能夠可以 可以有一個breakthrough 就是能夠推出一個disruption 令到呢 就是這個更加方便 可能便宜一點 如果consumer 都不是太過介意 這個 就可能你日後做生意 disruption的機會 希望以上和你分享 有所提法 請多多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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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